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意见美面 这些吧 都不算 还有 我还有一个女儿 现在还没有结婚 但是也参加工作了 自己挣钱吧 也能雇主她自己 这听你这么说呀 你的条件呀 还挺好的 我就给你比不上了 我家里有个儿子 我也没什么工作 反正家里就那样嘛 有个儿子 那儿子成家了没有 还没有 你看 你对我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你要感觉差不多的话 咱们就继续往下聊一聊 是吧 我是这样想的 你要是没意见的话 咱们就可以结婚 但是结婚嘛 有个条件 我先说清楚 哦 那有什么条件 你只管说 我是这样想的 咱们结婚以后吧 我每个月给你两天个年生活费 这是你自己领化钱 自己用的 家庭一切开销都是我来出钱 但是啊 我的房产什么的 都跟你无关 你说这话 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 咱们都这个年龄了 是吧 还有好多事 再说 你还有个儿子没结婚 需要花钱什么的 这些 我都不出钱 你 你这什么意思呀 我跟你说 也不是说 晚上不管不问 要需要个三万五二的 这个钱 我还可以出的 但是啊 我的房产不能给他 那行吧 我回家想一想 我再给你答复 那好 那好 那我先走了啊 好 好 妈 回来了 是 怎么样 这样的 怎么样啊 他家的条件是挺好的 是吗 他提出了几个要求 啊 还提要求 什么要求啊 他呀 是给我这样说的 他说 他们家的条件挺好的 有两套住房 还有一间没面 他一个月退休公司就一万多呢 一万多呀 妈 这老头挺有钱啊 是啊 他是挺有钱的 可是 他就是说 我们结婚以后啊 这个钱啊 给咱们家五关 还有你的事 他也不管 你说 我就告诉他 我回来想一想 考虑考虑 你说 我们两个结婚了 他要是不管你 你说 我还给他结什么婚呀 什么 不管我 妈 这个老头子 有点心眼啊 不过 妈 那个 你可以嫁给他 你就嫁给他 那我嫁给他的 我这算什么呀 他也不问你的事 你说 妈 你别急 我有办法 你 你有办法呀 那行吧 回头啊 我给他打个电话 说一声 行 妈 你就听我的 我告诉你 我对付他这种人啊 最有经验 看什么呢 看这套包衣服 多好看 想给你买一套 啊 就这个 气袍可以吗 不行 气袍啊 我穿不成 那东西不是咱穿的 哎 气袍也愿意穿 就能穿 穿 气袍穿有气质 我给气袍 看好看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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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你 好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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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妈 来啦 来啦 快进来 啊 小白来了 老张 好 好 老张 我儿子来啦 小白来了 坐坐坐坐 叔 这是吧 蒙你从台湾进口的 饮酒啊 小白 花这钱干嘛呀 那不是你喜欢喝酒吗 这孩子 这东西 喝 叔 这你家可真豪华呀 一 两两块 是吗 哈哈 哎呀 我听说你还有个房子呢 有在市区呢 市区呀 现在没住呢 没住啊 走出去吧 走出去吧 那个 叔 今天来呢 一是来看看你 二呢 我也是想我妈的 我想跟我妈说点事 好 那好吧 妈 那个 我谈了一个女朋友 你也知道啊 我这个工作啊 没几个钱 你看 你手里是宽一吗 你给我拿个五六千 你谈女朋友了呀 那这是好事啊 你没钱了 妈 拿点 老张 你看 你手里有钱嘛 要不先给我儿子点 让他他女朋友要紧是吧 妈 你说什么呢 你要是没钱 我就不要呗 你干嘛给张叔要啊 这张叔 他的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呀 妈 实在不行呢 我只有枕头盖 和我你们又分手罢了 你呀 也不用求张叔啊 儿子 你可别啊 你好不容易谈个女朋友 你要是分手了可怎么办呀 分什么手 我这有钱 有钱 要不 这样吧 小白 你看 我也没现金 我没钱转给你嘛 哎呀 叔啊 这多不好意思啊 你 这我怎么要你的钱呢 这不好啊 那个 那个 我手机呢 妈 在我东里 叔啊 那个 转多少啊 这样 先给你一万嘛 一万啊 行行行 来 叔 来 转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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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到这儿了 妈 还是我张叔 以后啊 对他好脸 哎呀 孩子 说什么呢 那行吗 那你们聊 我 我走了啊 你 你 你不吃饭了呀 别走 小白 啊 今天在这儿 咱们也 也来喝点 那个 叔啊 下回 下回一定喝 行不行 好好好 那个 我先走了啊 叔 走了啊 好好好 行行 你慢点 啊 行行 我走了 慢着啊 这是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看 这孩子 谈恋爱了 是吧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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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花 你说这弄的算啥事 是吧 孩子要钱 我说不给吧 嫌我 不好意思吧 我说给吧 我的钱来的也不容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了 老大 你放心吧 没有下次了 下次 我一定不会让他给你要了啊 行了行了 我就给你做饭啊 好 好了 儿子啊 妈 怎么了 我就告诉你 这以后啊 你别在家里 要钱了啊 你来家里要钱啊 你张叔 他不高兴了 啥 他还不高兴呢 是啊 他说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反正你要钱 他心里就是不带劲呗 行了 妈 我知道了 我下次去啊 我不要钱了 好好 这就对了啊 你替妈想想 妈的难处啊 行了 妈 你啊 放心 好好好 你的钱啊 省着点花 那没什么事 妈挂了啊 谁啊 来了 来了 妈 小白 你看我带谁来了 是 这是我女朋友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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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扎 我人子来了 好好好 老扎 老扎 你快来啊 好好好 来 他们 来来来 坐 来来 来 坐 来来 坐 来来 哎 叔啊 那个 我和林文女朋友 来看待我妈 叔叔好啊 嗯 好 好 那里啊 这是我那个我妈先找的伴 也是我后伴 啊 你看我后伴的房子怎么样 是不是挺好的呀 不错 高大上 那是 一看就有钱 哎 那肯定的 我后伴 两大房子呢 费用金一月 一万五呢 那么高 那是 都是我公司的好几倍了 那肯定的呀 我后伴有本事 你看我爸 看 多好一个人 长得啊 眉心目秀的 一看就是好人 哎呀 还有啊 大妹我跟你说 我后伴的房子 在市区呢 市区好 交通方便 他肯定了呀 你说 咱俩结婚 搬过去之后 那房子都得进啊 好 不过小白 那你后伴那房子 能让我们住吗 毕竟 他是你后爸 不是你亲爸 哎呀 再说了 这房子是人家的 大妹 你这么想就不对了 我告诉你 我后爸 比我亲爸还好呢 我上次要钱 给我一万呢 这房子 他能不舍呢嘛 再说了 以后我跟他养老呢 是吧 那个房子 给我没 没什么一家吗 小白 啊 你看你后爸笑的 好勉强 一点都不情愿 哎 没有 这我后爸 他就是这样 你知道吧 他心里啊 其实可愿意可愿意了 但咱们 住这房子 不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你看我后爸 这娶了我们了 我们就是一家人 再说了 我后爸两个房子 他住这一套 咱们又不给他抢了 是吧 他那个市集的房子 反正闲的也是闲的 为什么 后爸不给我呢 是吧 后爸 小白 嗯 你别说了啊 你看看 那怪不好意思的 爸 你是不是不舍得呀 这我后爸都舍得 你不舍得呀 我可是你的亲人子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 这大美都说了 如果没房子的话 我们俩就结婚成婚呀 妈 爸 你说说我妈呀 你看我妈说的是什么话呀 他曾经叫我分手 你别说了你 你别说了你 老张 这 这你那房子 你 你同意给小白了呀 妈 那还要问呀 那肯定的呀 这我爸 同我 跟这亲人子一样 比你那亲妈还亲呢 你说是吧 爸 是 是 小白 原来真是我多心了呀 你这后爸 对你真的是挺好的 怕你当亲儿子对待呢 你说 他把这房子 以后给我们住了 那我们结完婚之后 就有新房子住了 那是肯定的呀 你也不看看 我爸 对我多好 爸 那就跟我说定了啊 改天啊 我带大美啊 去干嘛呢 那个妈 爸 我还有事儿 那个我带大美就先走了啊 走了 别走了 你今天在这儿呢 不吃了 我们俩有事儿的啊 房子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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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再过点了 老张 薛花 你说这弄得上次 这 也不说 也不上两次 来到要房子呢 老张 你看 这孩子 准备结婚呢 是 你那房子 在那儿不是也没人住吗 让我儿子住 也可以的 薛花 咱们结婚前 已经把话说明了是吧 我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你说你儿子来要钱也就罢了 要个三万五万 这都可以理解 我那一套房子 一百多万 我告诉你啊 那房子 他就不要想 想我的房子 想什么呢 这不是你 你同意的吗 你看你这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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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